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效果非常非常好 好到什么程度 好到要命 在社会科学里面能够达到这个高度理合 我觉得还是非常少见的 当然自然科学就更精确了 我待会下一讲我会讲 社会科学里面那些系统 是最复杂的系统 干扰的因素太多 没法做控制实验 这个你还用全球所有的样本 用167个经济体 然后1950年到2062年的数据 大家可以乘一下多少个样文点 然后总的一个理合 这个是总的一个理合数据 能够达到这个理合度 能够达到0.913 这个算很高了 但是还不算特别高 不算特别高 为什么不特别高呢 因为很简单 有的这个 我这个是没有柳区的 是无柳区的柳区 还有可能是柳区的 不是按照这个模型来运行的 它有很多柳区 那是其他的 那哪些样本我们讲 是比较符合我们这个预期的那些案例呢 我们讲那个13号发展点范 里面又有几个 我刚刚提到的韩国 还有中国的台湾 是不是 他们基本上是按照这个 比较又是这个结构轨迹在变动的 那我们可以看看 这个韩国跟台湾的这个理合度 理合度 达到0.9977 0.993 这个是非常高的了 那日本 都是东亚经济体里面 日本也达到一个很高的一个水平 那中国也比较高 对吧 中国也比较高 这是很有意思的 这个事实上 之前我已经介绍过了 对吧 这就是了13个经济体的一个理合 这是中国的 中国的一个例子 中国的很有意思 中国我们知道 中国这个是 这张图里面 是Channel 这个图里面 我们把这个图放大 做一个放大 放大 这个是 这个是中国的这个 这个线的放大 相当于是对这条线的一个放大 这条线的一个放大 你会发现 这条线的一个放大 中国实际上是在这个 按照这个时间来点的话 这是时间 我把这个时间也给它标出来了 对吧 从2011到195-52年的 明明妈妈的 那我们在计划经济这段时间 我们大家知道它的结构变化 实际上跟改革开放以后 不太一样 对吧 改革开放以后它实际上是什么 我们讲 总的战略来讲 它不再是一个计划经济 对吧 结构变迁 整体上讲 是按照这个市场的方式 按照这个比较优势方式的演进 在计划经济时代 我们讲 它有很多赶超 对吧 有很多扭曲 但是基本上在市场经济时代 它也有结构变化过程中 对吧 也有调整 也有政府干预 也有一系列的偏离 对吧 也有一些偏离 这是中国 你可以放大 基本上 你能追踪出它这个轨迹来 对吧 我们讲中国这些结构变化 事实上跟我们能观察到的一些阶段 对吧 一些事件 是比较吻合的 这些我们事实上 在这个第七讲都已经讲过一些 对吧 跟大家讲过 第四讲也理合过中国的这个增长 这个数据 增长的数据 好 这里面 有必要跟大家强调 刚才过去的传统理论 是不是对TFPI 特别的崇拜 是吧 严比称TFP 对吧 为什么 对吧 按照过去的思维方式 就严比称这个TFP 在我们那儿 我就说 TFP已经被我一脚给踹死了 对吧 我踹的方式是什么 我们因为思维方式变了 我跟它做了一个重新定义 对吧 这个重新定义 TFP它不再是 过去意义上的 一个全要素生产率 因为过去还美好啊 过去的全要素生产率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你看得见那些投入要素之外 能够带来的生产效率 对不对 当然越高越好啊 那个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东西 对吧 但在实际上我们认为 这个TFP 不是那个意思 对吧 更多了 我们把它看成是扭曲的一个结果 你会发现 这是 在实际上这个data 实际上是一个扭曲的 对吧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扭曲的 对不对 这个是你这个实际的 可能有扭曲 我们讲现实中 每一个经济体是没有扭曲的 对不对 都有扭曲 这个我们认为 这个实际上 它实际上是一个扭曲的一个结果 对吧 这是现实中观察到的 这是没有扭曲的 理想化的 对吧 两个的一个参照理议比起来 对吧 如果那个扭曲 没有扭曲 就为0 对不对 这个有扭曲 这个扭曲越大 我们讲 可能说 TFP这个越大 可能反而是一个扭曲的结果 是一个扭曲的结果 所以我们对它做了一个重新的定义 对吧 你反过来求 你可以求得出来 对吧 实际上我们讲这个TFP 可以 按照这段形式 我们做了一个重新的定义 实际上你会发现 这就跟最近 经济学前沿文献里面了 这个流行的一个 资源物配学说里面 对TFP的定义 是比较接近的 认为TFP它不仅仅是一个 技术水平的高低的问题 它更多是背后有些 配置效率的问题 对吧 配置效率的 我们讲这个扭曲是怎么来的 我们讲更多 在新结构区内看来 这个实际上是 这个违背比较的结构变迁 产生的 当然 资源物配理论有他们的解释 他们认为也是 其他一些政府的干预 其他一些因素 对吧 导致的 这个第七讲实际上 我跟大家也提到过了 提到过了 实际上 我们看看 按照这种方式定义的TFP 对吧 这就是下面这一块 这个是下面的第一块 所有的 全样本里面弄出来的 这就是下面这块 这个扭曲的程度 因为发现 实际上是扭曲越大 对这个经济 这个收入水平来讲 是越不利的 对吧 整体上讲越不利的 这仅仅是一个闪点图 所以当然 在这里面就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告诉大家 过去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 一些概念 对吧 也许你们现在 对经济学研究不深 很多东西 你研究得越深 你越执迷不悟 对不对 你现在没有那种感觉 当然对你们来讲 也可能有点 这个 这个 对吧 一个 一个 也许在某些内行看来 那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对吧 但你们还没入门之前 你们觉得 那已经不是can care的一个东西 但也是好事情 对吧 是好事情 如果以后你们碰到了 对吧 你们打个预防针 有的概念过去的文献里面 或者说理论思潮里面 认为那个 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对吧 尤其是我们读到博士街 就认为这些东西 很重要的了 那是过去认为重要的 对吧 那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套思考方式去 去思考它 对吧 好